大家好,大家好,春光散烂猪八戒,遭药闯药不能停 刚刚收到的消息,土工国的海军,土工国的海洋海军出大事了 有人说是共军最大的丑闻,最大的丢脸的事情 表面看起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发布了一个公告 说是一个叫做什么,托船,是隶属军方的一个托船 叫联合契瑞号,在东海靠近台湾的边上,沉没了 希望全国人民一起重视 就是一行字,联合契瑞轮船,沉没 是吧,完了以后呢,所有的人就开始围这个事情 就开始拔呗,因为土工的事你不知道啊 首先第一,这个船是隶属于军方的 因为军方经常搞一些实验嘛 造了一个什么军舰啊,造了一个什么装修舰航母啊 完了以后有的时候开着开着 突然就是停在海中间就跑不动了 就抛锚了呗,烧这个柴油,烧柴火跑不动的呗 然后完了以后就用这些个拖船 过去呢,把这个拖回港口,拖回来维修 所以这个船经常跑跑过去把中共的那些个破铜烂铁的军舰呢 就拖回来 所以这个船在军方的这个设备里面啊 是很重要的一个船制 这是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 这个海事局也好,军方也好 没有透露这个船怎么会沉没的原因 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一个船 可不小,说这个联合奇瑞号是一艘超过4000吨的半潜船 是吧?85公尺,将近100米的这么一个大船 拥有23500马力的这个拖拖的能力啊 他专门是拖船的打捞的 说这个每一次东海黄海这边的 比如说上次不是有一次这个潜艇沉没了吗? 然后完了以后就有这个联合奇瑞号去把它打捞上来的啊 所以他是一个,算是一个后勤系统的一个船 是一个上后的这么一个船啊 这个东西就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就沉没了 各种说法都有,他反正也不告诉你啊 还有人说说这个所标出的这个位置的地点也是假的 故意把这个船标在这个什么 不在台湾对台军演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但是呢有人发现这是一个假消息 就在那个靠近台海的那个范围之内 所以有人就说什么呢 说是土工中国的一艘装修的航母坏了 坏了以后呢那怎么办呢?这次跑的比较远 那是不是以前都是在中国的海岸边上跑一跑 然后在冒着浓浓的黑烟跑一跑 这会跑的有点远 完了以后呢开不动了 就赶紧让这个联合起锐这个号去拖它 拖的时候两个船都沉了 说航空母舰都沉了 所以呢顺带着把这个联合起锐号呢也带下去了 也沉入海底了 这个意思也蛮有意思的啊 到底是联合起锐号把这个航母拖沉的呢? 还是航母把这个联合起锐号拖沉的呢? 没有人知道 封城他永远不告诉你啊 所以这个是 很多人都在那里说啊 我们看看网上怎么留言的啊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消息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它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巨大的你 你不可告人的一些东西 有人说这就是典型的瓦方电影技术生产的军工产品 再加上生产之初造船的就没有想到 真会有用到的这一天 所以贪污的多了去了 导致质量太差 差点终于掉链子 没有其他的啊 真实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东西我问的我的朋友 他说绝对扯了 联合起锐号已经工作了好长一段时间也 成功的打捞给我潜艇 这回到底是不是被这个 土工中国的某一艘这个航母装修航母 是不是给葬身大海来就不知道了 这个事叫做有人说的叫字小新闻大 是吧 短短的一行字 哎呦不得了的事情 我跟你讲啊 联合起锐轮船沉没 是吧很有意思啊 还有人说是 是不是有人故意的作妖 是不是 是不是被日本人打沉的也有可能 被台湾人是不是打沉的也有可能 这个东西呢也应该不大可能啊 因为你土工中国如果不首先露袖子开第一枪的话 日本大日本军国应该是不会开第一枪的 台湾的牛逼轰轰的军舰也不会开第一枪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 有人就开玩笑啊 不管怎么样 这么大的事情 你海事局也好 你军方也好 你得要公布沉没的原因 还有就是这个沉没以后船上有多少人 救过来多少人 是不是 这个土工中国非常的吓人 一个那么大一个船 那不是 目前你查到的资料是整个船的这个长度啊 是85公尺 就85米呗 那个船可大了 像100米的船呐 是不是 完了 两万三千五百马尼上面有多少人工作吧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要要查一查 要交代一下呗 有人就说是出事未接 身先死啊 尝试民众笑开宴 大家高兴呗 是不是 你看人家就说了 你这么大一个事情 你首先第一出事的地点 第二出事的原因 第三死了多少人 第三 第四 是不是 你里面 是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给打沉了 还是被台湾的牛逼轰的军队打沉了 因为你这么啥都不说的话 大家就瞎猜呗 是不是 还有人说 哎呀不要猜了 不要猜了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被误炸的 是被自己的军方 搞的那些个本来是要炸鱼的 结果把一个联合起锐的轮船给炸没了 就这么一个事情 就要报应 你知道吗 你围着人家台湾人在那干嘛 是吧 说现在这个一开始在墙内说起这个事的 因为联合海事局公布这个消息 现在墙外也开始说了 主流媒体 德国之声啊 什么的 美国之音啊 什么的 各种法广啊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丢人呗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海上的交通事故 不是一个普通的沉船事故 是土工军方的一个军事事故 所以当然要跟到全世界都跟到 是不是 反正目前为止啊 这个就是算是挺丢脸的吧 就是你啥都没干 你没有伤到人家台湾的牛逼军队的一毛钱 你自己这么难一个船沉没了 是不是而且迟不沉早不沉 就在你演戏的时候 后来有人算了一下啊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习主席下令停止本次军演的那几个小时之内出的这个事情 所以很有可能啊 现在北京这边的兄弟们就这么分析的 很有可能是土工的有些个难军舰是不是 他是什么呢 是这个停在海中间的开不动了 然后要这些个拖船去拖把它拖回来 结果呢没做好准备 技术不行 然后呢军舰和这个拖船一起沉没了 是吧 因为从来没有在这么深的地方工作过 都是在近海干的 这会跑的有点远啊 有的船都跑到这个什么 台湾的东部 台湾的东部 花粮啊 东边左啊 那是全世界海水最深的地方 风大浪急 哎呀 总而言这样啊 总之就是很丢人 说现在土工中国习主席下令了啊 习主席下令了 谁都不准谈这个事情 国内不准谈 是不是 哎呀 这个习包子就是宣布啊 这个海军 整个海军空军进入军事紧急状态 到底是怎么又或者是查 目前北京这边饭局上谈这个消息 认为应该是美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在背后使坏 是不是被一颗这个叫做什么 水雷 鱼雷给打中了 也不知道 目前没有把这个怀疑指向台湾 而是指向日本跟美国 都是美帝国主义干的坏事啊 这是土工中国的应激措施的必然反应嘛 就是你必须把一盆屎盆子 扣在美帝国主义身上 扣在日本人身上啊 其实这一次西包子的军演最大的看见是什么呢 就是我看了一些消息啊 他们说这个美帝国主义呢 反复警告啊 说你可以搞一次演戏 但是不要太过分 是吧 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啊 24小时随时准备给你开战啊 反复的警告 我们有兴趣 拜登总统说的啊 委总统说的 我们有兴趣与这个中国啊 在保卫台湾的问题上 发生任何的可能 那打一仗 有兴趣 有能力 有兴趣 基本上就是等于是欺负习主席 没文化呗 没本事呗 是不是 就像两个人打架 一个是标性大汗 一个是一米六的小挫小挫个儿 我有兴趣跟你打一仗 你看我一拳不打死你 是不是 其实这回最大的看点是日本帝国主义 大日本皇军那是全方位这个整个带旦啊 随时准备干 因为日本这边呢 他不像美国那么小清新啊 他不像美国那么高LGBTQ 日本这边他们的判断说真有可能 细胞子利用这次机会 突然开始全面的攻击 所以日本人准备的是最充分的 所以现在目前北京这边的消息啊 很多人就怀疑 是不是日本这边最后忙了半天 发现土工还是一场花架子 干脆给你搞点事啊 用一个小小的高科技的手段 把你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呢 托船 是不是跟你给弄成算了 说这个托船经常跑到这个钓鱼岛四周在那里 在那里打卡 在那里秀肌肉啊 终于这回把它给弄垮了 就这么一个事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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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